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繼續是我的主持有馬爾 劇花先生 還有河馬仔 各個組合有點奇怪 為什麼呢?我們又請了兩位嘉賓來 我們請了第二隔離台的有台嘉賓 不如你們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不用我介紹了 大家好,我是三喬 大家好,我是星氏 我們找到次文化的兩位主持來做嘉賓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聽過他們做了一集就很有興趣 他們買了很多張地鐵票 然後就特地搭去九龍灣節目 因為我們有一個 作為香港人應該與有榮儀的一個演唱會 我告訴你這是一個 在2015年9月30日的晚上8點 在九龍灣節目的一個叫做記憶碎片的活動 沒錯,就是一個3D全式演唱會的記憶碎片 是一個紫焰的演唱會 是的,當然 我們說大中華硬實力就很厲害 連去英國習主席都這樣 習主席你好 軟實力都要 毛主席都說過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法 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 是促進發展和社會主義的繁文化繁榮 現在這個文化繁榮 我們當然要有紫焰的出場 東洋有初音 東方就有紫焰 是不是這個意思 即是你不能夠把動漫被日本人佔據 對不對 我們中國也要有自己的次文化動漫 我們好好地在這個年頭 這個時代 我們有中國的次文化代表紫焰 很感動我們 來到香港 開一個演唱會 還有很大的排場 我覺得真的很精彩 我們要事先講到明 我們要 我們這些港產不明白 什麼要做紫焰 就先要解釋一下 紫焰和他的公司 我們先不要自貶身價 我們為什麼會發現紫焰呢 其實很大部分 我們請兩位嘉賓 大家是不是今年看到香港動漫節 我們突然間有一個紫色的檔口 已經好像有些情況 我們未見過 起初我以為 是不是初音擺多了一個檔 我又想一下 奇怪了 初音 沒有理由不以初音來做主角 用秦音來做主角 我就想一下 是不是秦音來的 那個 那又不是 那些頭髮脫脫色 好像又好像不是 那是什麼人 你把頭髮脫脫 那些是highlight 不是他脫脫色 那天那一段戲 半個大的髮型 你怎麼認得他呢 演法的東西是這樣的 好 那我想問兩位嘉賓 是不是當時才發現紫焰的存在 我又不是 我其實是一月已經知道了 這是真粉 其實為什麼會知道呢 是因為一月中尾的時候 有一些網友在Facebook page上 貼過都市日報的頭版 他正在推銷 最近二月初的深圳演唱會 大概在香港的免費報紙賣廣告 在那時候才知道有這樣的東西存在 那你當時覺得怎樣 好感動 因為那時候根本就不懂這件事 不知為什麼突然有一個 一個看來 怎麼這麼像錯音的物體 但是有紫色的物體 然後就畫開演唱會 又用到什麼3D 又傳適 第一眼角看下去就覺得 其實是不是初音的翻版 因為大陸 你第一個印象就覺得是翻版 然後就去研究一下它 就去搜尋一下它 去淘寶一下飛機的全章 就去認識一下它 所以就知道有這些東西存在 那你們有沒有去到深圳遠赴深圳去看 沒有 這裏要收聲一下 其實三橋絕對是一個真粉 就是為了推廣紫燕這個 就是深深被紫燕迷了 是故意 我們這邊有台 是故意在節目上面 是力銷售這個深圳的演唱會 我們本來是打算去的 不過真的不合期 買不到地鐵費 所以沒有去 很貴 貴過去九龍灣 但是我們很關注這件事 去羅湖要三十多元一程 還要搭深圳地鐵過去 來回六十多七十元人仔 長途拔蝕 對 唯有看一集 一個紫燕 雖然將飛由二百多元減到五十元 那地鐵費就是貴過 應該是很貴的 果然是造福香港人 那天晚上很酷 據報道就是七千多人 不過我想很多人都說 紫燕是甚麼呢 先說一下基本資料 其實她的紫燕 英文名叫Violet 其實就說永恆的愛 或者是永恆 以花育來計 說她是十七歲 生日是十一月二十八 身高有一百六十六cm 體重四十八公斤 寫一寫一寫一寫 百多磅 最喜歡是花 喜歡是歌唱和旅行 但她的外表特性是外霧 紫色的眼睛 紫色的娃娃妝 藍色花的耳機 和琴健的腰帶 其實大家如果看到這個 裝束的時候 其實第一眼是覺得怎樣呢 我有一些很聰明的朋友 就馬上跟我說 那個琴健腰帶有些景氣 整件事在哪裏 你想想 這個琴健腰帶的造型 是不是在日本的 這個就問兩位嘉賓 有一張圖 在網友找到一張圖 是完全是一百百分比 抄錯的 那麼幾個 其實抄這件事 參考 對 很值得浸著 都得是參考還是抄 就要視乎她是否真的 整個圖搭上去 完全沒有任何變化 就是抄 參考 我修正一下 我要為一些不懂的 聽眾去解釋一下 這件事不是叫參考 這件事叫微創新 OK 在中國 我們不會有一個字去抄襲 是有三個字 微創新 不是 我們有創新 只是比較微地去創新 是微微笑的創新 是中國式獨特的創意 明白嗎 中國 我今天學到東西了 這就是中國多JPG 那當然 你看回 我不講香港演唱會 其實她說 一二年就開始出道 看下去 如果大家 我看回一些相關公佈 她說 曾經有參加過一些 例如動漫節 那些之類 也說 在電視台 做一些天氣預報的工作 例如有些 例如有些 例如跨年晚會的報道 我自己也有上網看過 自己 說真的 小弟 就少看這些 內地的報紙 也好 新聞報道也好 新聞聯報也好 跨年那個 好像有播放那首 《時光的翅膀》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 其實 《紫煙》那些歌 其實現在也有 整個 如果大家看那天 演唱會也有接近十幾二十首 但《時光的翅膀》應該是她 叫做 較多人在內地熟悉的一首 就是第一首 《初得到》那首歌 《Devil Cook》 當然 其實那次 如果沒有記錯 那次的《跨年晚會》 也是用這首來做的 大家有沒有去看這些《跨年晚會》 我記得同場 好像有馬德忠 我是馬德忠 和我是蔡小芬那個 好像有王傑 我不知道王傑是不是那一年 看下去 也是播放她那段 《MV》之類的 沒錯 重點是你要看他們的《MV》 其實真的 你看到中國的技術力 這麼強大 那些《3D》做得這麼精緻 簡直是 我們年頭看的那條影片 《時光的MV》 其實真的漂亮 老闆說 我掩著她的良心 我真的漂亮 我想問你們的《MV》怎麼看的 因為我曾經小姐八卦去她的官網看過 她的《MV》很神奇 此影片已經被封了 密碼 請連是她的《上傳人》 拿密碼 因為你要去Youtube看 對 只是在Youtube找 Youtube中國不是封了不讓她的嗎 你明白 你看到她的主題是什麼 她一方面是要為地球人 走回了瘋存已久的純水快樂 所以一方面 將沉迴自己丟失的記憶 所以她的記憶應該丟失在大陸入面 要在香港找回 她在大陸封鎖下 就應該上不到Youtube 但她需要去出香港 找美大的Youtube 才找回她的記憶 果然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故事 當然 號稱 保守估計 就說 紫妍在內地或全世界 有什麼都好 應該有十萬左右的粉絲 可能 因為內地都上不到Facebook面書 我不知道面書是較為世界性還是怎樣 可能反映不到國情 我看過 上去面書好像有個專頁 點讚的數字好像不似預期 微博有7,967個粉絲 有180個關注 加起來也有8千左右 但是好像還沒有一萬 但是 你算微博有7,967個 加上Facebook有8多個 加上也有1萬 算數可以計 不要騙我 我想一想到 有10萬個粉絲 有7千多個微博的人 有1千多個Facebook的粉絲 但Youtube還有 有1千多人看過那段廣告 有幾千人看過他們的MV 幾萬人就看到他們的MV 加上10萬個 錯 還有計算J2的廣告 有覆蓋 有覆蓋 這麼高 不要緊 如果大家知道 這次演唱會 就是大J 大J 有這麼多Youtuber 應該有很多 Youtuber 加上也有 加上他們 大J有30萬個粉絲 Youtube Hannah小花 也有30萬個 60萬個 他10萬寫少了 所以就是保守 對 我告訴你 兩位 如果兩位 我不知道 可能兩位 熟悉 香港 或者外地 多不多聽內地的動漫畫師 或者什麼 其實他們會不會多講 紫煙提及過出來的 沒有聽過 完全沒有這回事 你其實只是在網上 或者一些 我覺得有點奇怪 例如這些 虛擬 我覺得是虛擬偶像 我這樣說 反過來他們 用一個很傳統的方法 來報紙 廣告 來銷售 有否覺得這個銷售的方法 是有點出乎意料 兩位 我覺得他的主打 其實不是一些 我們所謂的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 我們接觸的渠道 其實不會是 拿著一份 四日報 看到紫煙的演唱會 我想問 你的年輕人定義 幾歲到幾歲 就是 十多 十五至二十五 這個 range 有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個project 那些決策的人員 是不太了解 現在這個世界 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 根本就不知道 原來現在這個世界 那些人是看Facebook 啊 對不起 大陸沒有 就是 他不明白 原來現在大部份 的年輕人 都是看微博的 Marketing是錯的 不是 大陸應該都懂 什麼叫微博 微信 我想 應該知道 什麼叫網上行銷 我想 網上行銷這家 就這麼高深 我就不太懂 我自己呢 就有些實地的考察 話說小弟 就去了動漫節 我第一次認識紫煙 我之前有看《都市日報》 但我不知道那個叫紫煙 我看過那宗新聞 但不要緊 總之 去到動漫節 我就看到 今年的動漫節多了一個很大的攤位 就是一個在牆後面 就是近廁所位 吃飯的餐廳位 叫做華夏動漫 然後進去就看到一些蛋形狀的東西 就是一個 可以玩的一個他們的VR裝置 你有沒有玩過 我沒有排到去玩 我也很想玩 其實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 所以不想 你明白 都在那裡自此 好像是VVVRR 我這次是Sony的排不水 一аю也沒肯定去玩玩 權 anytime 不可以玩 いきest Apple每次那一 ciel 就是少米線的冇手 很想 휴bec 不kat 但未經est也沒得很大 前面有一個大螢幕 會播著紫煙的廣週展現場會 以及一些的打電舞片 我自己觀察是這樣的 опытチャンネル在那個燈房間中 只有兩個年齡層 一是很小的小朋友在玩VR 二是陪著小朋友的老人家和大人 中間真的沒有這個年輕人 所以我估計他的target audience 真的應該不是年輕人 但當然不要問為何動漫 就是target不是年輕人 我理解不了 錯了 因為年輕人的心態就是大陸的東西會爆炸 那心裡不敢玩 你這樣想就錯了 動漫是老少咸二 不一定是年輕人的 小朋友喜歡動漫 大家就喜歡 對於年輕人喜歡買動漫 明白的 先培養了最小的一班人 對紫煙的興趣 建立了他們的忠誠 他們會處理著年齡長大 他們就會慢慢變成紫煙 說錯了 大家就發覺初音是抄紫煙的 知道嗎 你明白 我想一想到也正常 你想一下 日本那些VR遊戲 那些淘獨年輕人的Summer Lesson 讓你看著女兒 不想回歸現實的遊戲 不夠健康 不夠清新 相比之下 這些老少咸二 一定是健康 清新 也都合乎國家標準 最重要一定是這個 所以是非常適合老少咸二 還有你會明白 我們看慣初音的高質素 太高質素 可能是吃乖五星級的 你吃一星級的東西 不會吃的 所以要從小朋友 會吃一星級的東西 就不會吃不吃的東西 知道嗎 當然我們都發覺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一個和下動漫 香港的策略 應該都不是年輕人 為什麼 那些年輕人可能是有錢 但一定不會買他的那些東西 因為他買的是什麼 他買股票的 不過你先說紫嫣先 不要多那麼遠 其實紫嫣在內地 我已經不算歌 其實他除了有些東西 有VR AR那些 SELL 其實他也說 曾經試過 他第二代VR 去德國科隆參加 也參加過第七屆的深圳動漫節 那自己真的沒有什麼 去深圳動漫節 不好意思 其餘 他也拿過15年的時候 拿過這個中國十大卡通形象 那個奇怪 講卡通和動畫 我知道在動漫謎之中 就一定吵了 就是一定說 卡通漫啊動漫啊 卡什麼通 這件事經常都是爭 那為什麼其實 如果你說 將紫嫣歸納在卡通裡面呢 其實我覺得可能 反過來 又走了去另外一個市場 兩個嘉賓怎麼看 第一件事 這個Term 我們大家看了 在日本的文化 才有這個爭 大陸人不會有這個concept 是啊 又或者某程度上 我現在好有興趣想知道 另外一個狗的卡通是什麼 哈哈哈哈 這個就大家上網看 不過我想說說 就是同一間公司 不是只出紫嫣 鏡花 你不是去過動漫節那個booth 動漫節那個booth 大家除了看到鏡花 還有很多product 我看到它的布袋 它不太貴 30元一個有交易 你想想動漫節有什麼可以賣 30元一個呢 我想卡都不行 就是你去Like 我相信 所以卡都不行 在動漫節有30元以下有交易的 都跟這個子營一樣 都是在大陸裏出的 當然有淘寶 那我不清楚了 當然 你說其他那些 它有些 同一個有些什麼 昂白龜 那些 其實那些是較為幽靈向的 即是內地的兒童 即是兒童卡通 即是兒童卡通 遲些 可能會不會有狀靈王 那些出現 其實我相信 那天那個booth 其實很多動漫 是香港人所不認識的 而很多時候 我看到進去的人 都是趁一下熱流 看他的VR 當然 他自己上海有一個 叫Joypolis的樂園 其實我也覺得 例如我看完紫嫣 其實我想一下 其實是否他的目標是紫嫣 還是他的目標是Joypolis 因為我看到他買了很多 Joypolis 有些VR玩的 即是虛擬實境 那些東西 當時其實連演唱會 那天都有他的虛擬實境 我不知道兩位嘉賓怎麼看 我覺得第一件事 根本是他公司 本身的不同的業務發展 例如一間公司 他除了 之前他買下了 例如昂白龜 神奇的優柔 就是他動漫的產品之外 另一件事 就是他有實體的 叫Joypolis的樂園 因為他本身公司 如果你看到他的照顧書 其實他之前 其實他本身沒有這些東西 他只不過是 買一些版權 回去做一些產品 然後再轉賣 他實體是沒有一些 license 後來他就去買了這些 license 他才開始有些實體的東西 可以再生產產品出來 所以我覺得 他在這間公司 在不同的層面上 去發展不同的產品 除了之前 可能是昂白龜 買回來做動畫 之外 現在就多了 只有自演 何況自演 只不過是他 整個系列裡面的 其中一個產品 就是昂白龜 我也看過半集那麼大把 說真的 曾經試過觀摩一下 都是一些較為類似教育意義的東西 但是那些人物製造就一般 一般 昂白龜是不是這麼可愛 我想大家都要心裡有數 簡單來說 紫煙好像是一個暫時 畫下動漫的主打動漫角色 因為根據動畫動漫者的描述 他不僅有VR遊戲 之後還會拍真人電影 電視劇和動畫 所以我想他應該會VR和紫煙在一起 就是想整件事 好像你兩方面都會有接觸 之後你就會多些接觸他的產品 有連動 因為本來他自己都開了Jorbus 那你沒理由不拿他自己旗下的產品 放進去做 我會是這樣看的 其實畫下動漫 他應該是先要確立了一個公眾人物的形象 他選擇了紫煙這個人來做 令到他有一定的公眾知名度 之後再去推他 去推他其他人物 其他產品 一起去做 其實紫煙是他公司 所有東西的一個形象的代言人 那就推他去推他其他東西 如果你有看回他的招呼書的封面 就是紫煙的手上 即是有一隻亡白龜 是的 如果大家有記得 其實紫煙的 有一個賀年的 類似廣告或者賀年廣詞 其實都是紫煙和亡白龜 一左一右站著 就是和大家拜年那些 其實我也在想 如果當時不是用紫煙來行頭 而是用亡白龜來開 開行頭 可能受眾會完全不同 當然我想想 我也在想 講回紫煙吧 始終還是說一句 大家覺得紫煙的character 整個character 是不是這麼吸引 或者覺得一看下去很可愛 或者3D模組 兩位嘉賓 第一件事我用真品的說話說 其實算是不錯的 以中國來說 我覺得整件事 不要被先入為主的觀念影響到 那就不公平的 假設我不認識錯任 我這樣第一眼看下去 紫煙呢 我個人來說 是不錯的 假設我不自助 不認識錯任 完全不認識 紫煙的確 是不算差的 即是順眼的 看下去才是順眼的 算合格 你問我 甚至如果你告訴我 這一個是中國的動漫 我第一次會覺得 我真心是覺得 其實算是做得很不錯 我真的看到技術是有進步的 當然 這件事是 在聽到她的歌之前 我是 但是看她跳舞 在舞步 我覺得她這個姿態太差 不錯 我會說 合格以上 除了覺得紫煙是肥肥的之外 當然 我第一件事要撇除 我沒有看初音之前 這件事 我明白這件事 因為我跟初音系列一比較 我跟其他系列比較 有時候我很難說 即是一個很什麼的評論 我想大家心裡有數 不過說開了 大家都知道 紫煙是唱歌 我們不可以不說歌 不說歌 我就覺得說不下去 很嚴重 因為不說歌 你又說不到下面 今次香港演唱會那件事 大家都知道 《時光》似乎是她最主打的 當然 大家都知道 其實她的歌 並不是有什麼網民 去幫她寫 很多都是出自大師手筆的 這間這麼大的上市公司 都應該要這樣做 她還要找那些填詞人 並不是說弱的 大家看來是 香港經常見到她 很熟悉到你都害怕 簡直是可以說 真的害怕 是黃偉文 是啊 其餘那些 即是以前 我講 即是作可儀那句 其實《時光之翅膀》 也有其他的填詞人 或者幫助作曲 其他那些 譬如莊東欣 如果大家記得莊東欣 就是吃軟雪糕的位 在另一方面 也是非常受歡迎的 大家都吃過軟雪糕 另外還有一位 以前和大明一派 合作無間的 一位填詞人 其實也有幫她作曲 當然不是手手都是 譬如《波音靈革》 有時就另外一些 但其實聽下去 我不逐個說 譬如《摩拉梁》 套路上 大家想說 感覺是怎樣 其實我不說其他那些 譬如《教日冷門》 譬如《教日冷門》 我不說 黃東歌 國語歌 不是日本歌 卡拉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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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OK會聽到歌 是的 因為其實我當時看 我都覺得 真的有一點點 現成的廣東歌 你說很特別上來 我又不覺得是 這樣的 我自己就不覺得 是拿著現成的廣東歌 因為《波音靈革》很明顯 不是現成的廣東歌 我想說一句 你聽時的那些翅膀 還會覺得是那些 卡拉OK歌 普普通通的 你聽香港大陸 會有那些K歌的感覺 沒有特別 不會太差 一定不會太好 但是《波音靈革》 真的令我很厲害 因為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對於廣東話文化 都是相對之熱愛的 但我聽到《波音靈革》之後 我發現廣東話是很有自由度 很高的 你去聽那些快歌 原來的歌詞 可以這樣填 或者第一次去見識到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 還有我覺得奇怪 例如在一些 例如 例如 副歌 那些主要的歌曲 已經有 很多歌曲 中間都拉下去 我不知道 可能我較為少聽 近年來的廣東流行曲 不知道這件事 是不是 較為一些 現成 經常有的 填詞方法 填詞手法 我給你聽 很經常的人偷懶的時候 就會用這個手法 這方面的確是很經常的 對 正常的歌曲 不會這樣的 你試一下 在電台聽到這些歌 我怕我的手機已經打爛了 當然 你說 我講起 《時光的翅膀》 《莊東音編曲》 陳少奇是典 即是他作曲 陳少奇大家都知道 跟達伯一排很久以前 有含作無間 其實如果說《時光的翅膀》 及後 其實我聽到他當日的歌 《來自星星的愛情》 那類歌曲 如果大家有留心 其實有一兩首歌 我覺得填得算是這樣的 又不是去多餐 但有些 因為我不知道 我聽上去 我回看 紫燕 其實不是純人聲 有時是有電子聲 但我有時真的較為分 不是太出 但你說有些歌 例如《羅曼蒂克》也好 《敢愛敢快》也好 《獨立包裝》也好 不是普普多話問題 那種感覺上 填詞希望 是有時言之有物 反而我有時感受到 她的歌 有時想說 例如《時光的女朋友》 我又不覺得很青春的感覺 因為通常我覺得 紫衣是十七歲 你通常是賣青春的 但她那種青春的感覺 我不知道她的面相 弄得我不會覺得她很青春 還是怎樣 因為青春的感覺 好像跟她的面相又不是很合 而且那些歌曲也好像不太合 那些人有主觀 我又沒有聽過 可能是說的 因為看影片 也被人鎖了 看不到 兩位怎樣看呢 那就上Youtube看 Youtube 那大家怎樣看呢 嗯 嗯 其實有些是OK的 有些是古古怪怪的 所以 我覺得一般一般 至於唱那方面 我真的去看Light的時候 我最初以為 在台上那兩個女生 真的代唱 一個唱國語 一個唱廣東話 好像是兩姐妹 對 是兩姐妹來的 然後才看 前面報料說 不是喔 你沒有唱 才發現 那就是播帶 其實 如果我們說 那天是演唱會 其實 她有個袋子派給別人 但不是當時派 是入場才派 其實之前 有一個叫暖場活動 早一兩小時 自己早一兩小時 其實已經開始了 但是 你說暖場活動 其實在香港 真的未必有這麼多 演唱會之前 有這麼多暖場活動 暖場 這個字應該都不是本地字 如果我記得 不會有 大家都在禮遲 看演唱會是禮遲 其實這次 也不是早 她八點鐘入場 也是八點二十多分 開始 我指我們觀眾入場 是禮遲 當然 你說 再敢計 之前已經有幾位 來到代表 例如之前 很厲害的YouTuber 大J 已經在說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位 就是說 前亞視藝 亞視藝員 小花 就是譚恆南小姐 大家都知道 譚恆南 如果有 大家有留意 阿視 大家都應該知道 以前的 iFit TV 都應該有見過她 什麼亞洲星光大道 都應該有見過她 我不聽阿視 那就沒辦法了 可能大家要 令到國際台 聽聽這個 英文版的 大學霍元甲的 英文版 大家去留一留 如果你問我 我發覺原來 按YouTube之後 看過他一段片 在Facebook出現過 我沒有按進去 原來他是一個 香港著名YouTuber 來的 我也認識的 By the way 大J是香港 電堂級的YouTuber 我只會答過 Sorry 我真的想知道 香港的電堂在哪裏 不過不要緊 電堂 是否有些 香港都知的 大人 四二成語 原來這樣 我都可以做電堂 我都下次叫電堂主持 很難說 其實暖場都暖場 是一個多小時 其實樓下 就有些人坐在那裏 你說很熱烈 就不能見得 我自己覺得 但下面就有些 譬如有些 Sale VR AR 大家也知道 有一個Code 可以有一個紫煙洞 在電話上 另外 其實也有其他 譬如信用卡 他那個什麼 九關銀行 九關銀行 中銀那個 大陸那些 紫煙的信用卡 也有Joypolis的剪板 但是你說 是否去到很吸引 不是 但場外很搞笑 其實場外 以前初音也是 很多 不是場內的 那些 公司 在外面賣 今次也是 在外面賣 不過 阿叔的樣子 都幾兇神惡殺 我都見到 都幾怕 自己都見到 整班人都 三三五惡 那班人在外面賣 看到都不走過去 牙刷看到都不敢走過去 牙刷看到都不敢走過去 我想知道他們在賣什麼 其實 就是在外面賣 紫色 好像戴在頭上 會搖晃 那些紫色燈 還有紫色打call 那些棒 圓形的 按鍵會亮 有些燈射出來 那跟Love Life那些差不多 不是 它很大 整個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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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奇怪 看這些紫色之外 沒有什麼 是代表紫煙的 在那裡賣出來 沒有 其實那些 全部都是可以循環 哪有什麼 有鬍 那就適合那個顏色 就拿出去 就是了 就是場外的 即是等於樓下 站在九點門口 賣30元 都怕這樣 撕出來 又印出另一個名字 那些 人家在J2賣過廣告 人家的廣告 主題 基本上就是 所有人都變成紫色 傳承狂熱去看紫煙 所以紫色就是標誌價色 我看見紫色的蘋果 就已經什麼了 是啊 那當然 我就發指了 那其實 裡面呢 都有一些 公司的 不過還有兩位 阿叔 看檔 跟以前 在初音買的時候 就很大距離了 你說 是不是很多人去買 小弟所見過的 其實 入場人數 入場人數 都有的 當然 你實在 我自己買票 我自己這樣說 我是買七八八十元 飛進去 真粉 你養飾鼓勵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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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之後 其實買goost的人 真的不多 我看見很多 但是都是買T恤 買一些掛板 我看過去的 三十多元至百多元 都有間 不是實質太貴 但是在印刷上 如果跟初音比較 我就覺得 有些印刷 就差一點 那種感覺是有點距離的 十元花園界那些 我又不敢這樣說 總之 不會吸引到我去買 而且 不是一些本地 我們認識的動畫迷 會覺得 會買的東西 我個人 對於入場人數 這件事比較關注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五月 《明報》又做了一篇訪問 就是華夏動漫的主席 已經聲言 今年他會轉戰香港 在十月的時候 搞九戰 搞一場演唱會 然後他的說法 就是 先用一場試一下水溫 而預計觀眾 有二千至五千人 那入場都有吧 有 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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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去到開場的時候 那個場裡面 基本上 都有七至八成枯 一場人士 但是 裡面有幾多 是 真粉 有幾多的真粉 因為 我坐在五百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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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是鼓鼓鼓 鼓鼓鼓 不是 因為 因為 我買了那張地鐵飛 比較貴 哈哈哈哈 哈哈 但是 放在那邊 地鐵飛比較貴 我的附近 看到什麼呢 我附近 見不到 公司高層那些 你見不到大姐 又見不到真粉 見不到大姐 有人說好像見到大姐 我的附近 就全部都是 很明顯的 你會見到是一家老友 爸爸 媽媽 有小孩子 有沒有飛融 是啊 連飛融都有 那就是一個群組 一個家庭 一個家庭 那就是國際知名 也是第二個家庭 全部都是這樣的家庭 全部都是這樣的家庭 除了我 還有我附近 有幾個都是買地鐵飛進去的 都是坐在五百八十 我旁邊有兩位 就是 真粉 五目真粉 五目真粉 不過他們都是買地鐵飛進去的 就是買地鐵飛進去的 那我就 我講回 我旁邊 真的是五目真粉 有兩個 那 他們就是為了五目而來的 我聽 我看回臨迷 我都知道 真的是為了五目而來的 五目就是五目的Aquila 那個Cosplayer 就是在C87 都大同大子的位置 其實就轉戰來到香港 動漫志應該都提過了 他來到香港那時候 那 我旁邊 他們坐著兩個是年輕人 應該不是本地人 聽口音 就像廣州人 他們都挺搞笑的 聽來講 他們買了四張飛 買了四張飛 即是七八八十乘四 如果這樣算 他就好像有兩個位置 我看看有兩個位置 原來是擺袋子 真的挺有米的 演唱會 只有兩個人看 當然是擺袋子 然後就說 多些空間去打call 原來聽來 他們真的是紫煙真粉 原來真是 內地 當然 如果你說深圳有七千多人去看 深圳的紫煙演唱會 偶爾有幾個真是真粉 來香港都會有 好像初音演唱會 都有人來香港 特地飛來香港看 然後就說 沿途打call 不斷叫 其實都挺煩 前面那群人 我要看前面那群人 算是主席也好 算是高層也好 算是高層也好 其實都是一些 我覺得 都有人帶一些年輕人進去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人 其實都有一些 多數是一些 較為成年的人 最多是幾斯文 幾OL 款 是啊 但是如果說起打call 這件事 我一五目那兩個真粉 就有點失望了 我這樣看 為什麼呢 因為不能站著打call 他們有站過一兩下 但是後面那群 因為後面那群 真的是八叔阿嬸 我們看到 有堆 有堆就 不知道 是否這麼無怨忽戒 他的威力 紫煙那些 真的有打call 不過我較為奇怪 如果大家有看 一開場 不是紫煙 不是紫煙出來唱 雖然有些介紹 但是第一個出場 我以為是誰 我看見 五目阿基拉 是迪海航的 一來 就馬上來一首 love life 是的 我們前面有一群人 其實都不太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 他們知道 還是沒有看開紫煙 還是什麼 都有點以為 是五目阿基拉 是紫煙去唱 紫煙的歌 還是其實是五目阿基拉 是紫煙去唱的 love life 那些歌 也不是 其實是五目阿基拉 其實是紫煙來的 這樣也可以 如果我是一個 紫煙的真粉 我那天會覺得 我想說 我進來看 是在中國的動漫偶像 不是在日本的動漫偶像 你們分明在我地頭上 都不太好 我覺得真的 這些呢 也叫做 打響反日第一拍 首先要說 唱一個人文歌 講日文先 要不然怎麼中軍日本 這個大致了 人家有一套電影 明年與日本和中國上映 知道嗎 那是對的 日本只唱了兩三首 只唱了一堆中文歌 沒所謂 而且他整個 整個日文 沒有中文回音 沒有人聽到 都明白他講什麼 他奇怪 我都覺得奇怪 為什麼沒有MC 雖然說紫煙 不用MC 但是你阿目 真的要個MC 你怎樣都好 你都打斷字幕都好 所以你不找我MC 你都找我MC 我想你全場都會認識日文 這件事我覺得 搞到死了 他又要唱一首 original的歌 第三首 又要唱 love life 我以為他唱回紫煙一首歌 假裝唱到一首都算 大家都知道 其實五目不夠氣 我都覺得他唱歌 有少少唱到第三首 已經開始有點喘 但感覺上 唱sno inhalation 說真的 我旁邊的兩個人打歌 很興奮 但是看上去 他講完至白那一段 是整場沒有人明白 然後五目也知道 深信也有些心之不妙 來下沒有人有反應 他說完是沒有反應的 他說他轉英文頻道 死了更加不明白 其實場的氣氛真的很奇怪 尤其是 開始唱第一首 love life 歌 有五目的振奮 很激烈地打歌 然後他想說 其實場下其他區域 包括我變成Family區域 是沒有任何動靜的 直到他開始有MC環節 開始用日文說 我看著 斜望一下Family的朋友 反應是 面目無情 不知道在找些什麼 也都聽不明白 是的 那個氣氛我覺得是很古怪的 實在 我隱約就聽到 有人說 咦 咦 他是哪位 更加不知道 咦 紫燕有唱日文歌的 噢 OK 其實這句大家都明白 其實 在場的人 其實是否對Love Life 那麼熟悉 或是對五目那麼熟悉 還是對紫燕也不太熟悉 我們那邊有更加神奇 因為我們打call區 打call的時候 然後那些不打call的朋友 就馬上站起來離開 很害怕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什麼事 被我們嚇壞 因為我們都站在那裡打 嚇到他們全部都離開 其實如果是由這一點來看 真的完全是看到 紫燕的定位 完全是 不關我們事 可以這樣想 當五目唱的賴閣 既然在台下 除了極少數 好像我們這些 是有反應打call的 其他全部無反應 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即是說 其實紫燕根本 這樣就是一個最簡單的證據 就是證明 他的目標根本 不是我們 又或者可能他想的目標 但他不會成功 不過我只是覺得奇怪 為何第一手 找他來唱Love Life 你說明是紫燕演唱會 你唱Love Life 我不知道 用意如何 用意為什麼 其實 是否你覺得 從Love Life 可以說 因為五目的人 是 先炒起觀眾的熱情 然後再帶到紫燕那裡 還是 可能有些人 都未必完全懂紫燕的歌 搞到他 要去 找回Love Life 來試試水溫 我會是這樣想的 其實他真的會安排五目過來 就是 KING叫 安排五目過來 做這個嘉賓 去做Show 其實 他也肯定 事先調查過 不知道他是 Love Life 東條希Corsa 最出名 其實 反應 其實這間公司 是 有策略地想 透過他 來吸引 他的Fans 就是代表這個層次 就是 喜歡Love Life的層次的人 去看這個Show 但 實際 那晚 出來的結果 就是 完全是 不似預期 我覺得 這件事很矛盾的地方 就是 紫燕那邊 做 Promotion那邊 那些人 應該是真的有想 想 拉 香港 喜歡Love Life 就是日本動漫迷 這個群體的人 去做 紫燕的Fans 就是 去吸引這群人 所以他才會有這樣安排 他才會這樣做 但實際上 是Fail 不可以 就是 你吵了一首聲 說 你應該有人去 不過問題之後 都會有勝戰 這等於 五目可以count 多少人買票 因為整件事 要買票 你不買票 那場數就Fail 我不算 地鐵票 究竟五目這個人 他可以吸引到 多少人 去願意 去付錢 買七八百 那這就是 一個問題所在 但一出來 結果就是 十隻手指 其實我只要說一句 如果我沒有眼花 應該五目 是Cost冬條戲 不是Cost屎煙 我怎麼看 都是Cost冬條戲多 其實 如果叫五目 來Cost 紫煙 來唱Love Life 我勉強還會接受到 但我不要奇怪 那天晚上 那件衣服 真的很明顯是 冬條戲的衣服 我沒有看錯 同樣是認識的 你也不明白 當你遠看的時候 紫煙和冬條戲 差不多一樣 差不多 因為台下 有人以為 它是Cost 紫煙 我也可以 兩件事 反映到 香港人 可能很多人 都不知道 Love Life 雖然說 Love Life在動漫界 原來很紅 在普遍上 又沒有去到 龍珠 那些 一認到 那些 那些小朋友的年紀 是甚麼年紀 就是中學生還是小學生 是大人 大人 大人 小孩 那些小孩 不可能這麼多 反過來 這感覺在前排 也是民職人員多 不是 應該會想想想 幫他叫 明色學生妹 我那邊 那些 family 帶著那些小孩 甚至最意外的地方 就是 五目的長 awfully 我在打床的時候,我特地看回後面 看人們的反應是怎樣的 後面的那些小朋友 是真的不認得的 是真的不認得的,我很驚訝 當然那些小朋友看回那些歲數 的確是六、七歲 再打下一點 即是未開始讀小學的 頂洞都是小學一、二年級 如果你說這樣想的話 他們未必 因為J2播《Love Line》那時候 是再早點事人事 他們未必是有會看J2的《Love Line》 所以他們不認識,我覺得是合理的 所以這個情況 其實起初已經覺得很可憐 當然 不播止音樂也不行 阿牧唱完三首就離開 其實就無法解僱 立即剩下一首《Shining Shining》 剩下一首廣東歌 播影片 立即出了幾十多位舞蹈員 我要先說一會 至少來到香港 字幕是繁體字 至少也算是這樣的 我們也算是 做一首廣東歌 行頭 也算是 接地氣 入鄉隨俗 至少 上面的螢幕是播放他的MV 下面是播放他的3D效果 其實他的3D效果是大約一半左右 超多煙 睡出來 唱完這首歌 唱了三分半 羅曼蒂克 愛神咒語 有些聲聲咬過 然後就唱一首 然後就出《倉記》 大家都知道《倉記》 是《倉記》的角色 其實就說是嘉賓 大家如果看官網都知道 倉記應該跟這間公司有些關係 在內地 但出來又搞笑 倉記唱了兩首日文歌 大家知道 台下的反應很差 感覺上 沒辦法 根本整個場都錯了 其實整個場的反應 是無數個矛盾的集合體 就算是紫嫣 有很多人是地鐵 買地鐵飛進去 怎樣也好 當紫嫣唱歌的時候 我站在我的立場 我就會很不明白 為什麼《倉記》 只有我和我後面有一堆人打call 為什麼紫嫣唱 那邊的Family 那些人會很自然地 好像普通香港的Live 他們打call是左右 跟著節奏去 紫嫣唱歌是會的 他們真的這樣打的 我580那邊 一點沒問題 我覺得他們是覺得挺好聽的 我真的這樣想 我覺得那些Family是覺得挺好聽的 當聽歌 但一去到倉記 就 嘴嘴了 就沒有了 手就不動了 我前面也是 其實我前面更厲害 我前面是不知道在做什麼 倉記是什麼 有人是說什麼 我旁邊兩個很紫嫣的狂義粉絲 一來都說 都不是紫嫣 真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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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他們兩個 那兩個 真的剩下的 倉記唱完那兩首歌 我不知道 可能倉記那個人氣 在香港很差 或者在內地也不太懂 還是語言隔膜的問題 因為國語和廣東話 變成人民 等於好像五目的情況 不是 但《華客動力》 旗下四條 倉記和自己都站在一起 應該是你懂紫嫣 在官網旁邊見到一個女生 你不認得她 也是問題 對不對 老實說一句 其實我看過官網那四個女生 如果我不懂紫嫣 那四個都不認得 我懂 我懂自BB 不是 我記得是有另外兩個 什麼自BB 不知道 自BB 老實說一句 Vocaloid 3 在日本都很辛苦 去做起她 甚至是挺有趣的 就是Vocaloid 3 現在大家認識這個IA 這位Vocaloid 3的角色 他的銷子和這個紫嫣相當相似 都是公司自己 幫他做很多 找到很厲害的Vocaloid的人作歌 幫他做很多MikuMikuDance的東西 其實是很遲的 但也捧得很辛苦 創機身為之下 是否真的 那麼多人認識的Vocaloid 就有點難說 即是你五幕都有些真粉 每場幫忙打個call 蒼姬又是唱日文歌 還沒有粉 那你想我怎樣 其實你的氣氛會 所以蒼姬臨尾 我記得酒那一幕 好像是有些碎花 唱完之後 一堆碎花就飛走了 我以為散場 當然還未散場 因為為什麼 其實後面那一堆 除了不算自演的粉絲也好 其他家庭也好 有一堆 是許廷鏗的粉絲 全場中是零眼粉絲 跳完紫色幻想之後 敢愛敢快之後 我旁邊那兩人又發癲 唱到 又打一個打到 便是廷房 跳了 然後到許廷鏗 再唱一首螞蟻 人之二俊 再唱幾首歌 當然我旁邊那兩位粉絲 很搞笑 唱青春粽 然後我旁邊那兩位粉絲 不斷狂喊 連許廷鏗也要看一看他們 我發覺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兩位很不滿意 為什麼沒有孫悟空 為什麼不唱孫悟空 我要唱護航 我要唱護航 那兩位粉絲很煩 我自己都覺得 你打個call就打個call 我想問孫悟空有什麼事 因為他要聽護航 那時候有內地的那一套 雙遊記嗎 那一套是交劇的雙遊記 我旁邊也在喊 因為香港的主題曲 是許廷鏗唱的 對 可能在內地 即是聽開許廷鏗 也教為許廷鏗的歌 教在內地受歡迎 結果就吵了很久 前面那一群人聽起來 也覺得有點厭 然後唱完這幾首歌 就唱一首小小鹿的歌 當然有騰訊動漫那個 我叫白小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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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叫師兄和師王 我忘記了 即是我們不認識的 這些我們認識的 我們認識的 我們一起跳舞 但我很奇怪 為什麼呢 講真的 你都能推銷這個 為什麼不叫昂伯龜 上去跳一隻 對呀 我們都在喊昂伯龜 對呀 講真的昂伯龜 即是一個幾個歷史的 在內地幾個歷史的 兒童記 你都應該要把昂伯龜出場 嘩 對呀 我們都在講 我們跟著有一個嘉賓 我們就說 昂伯龜 昂伯龜 剛剛你也會說 這個是矛盾集合體 不要問為什麼 總之有很多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 應該是這樣說 你覺得自然會出現的事情 就不會再出現 你沒想過出現的事情 會不停接觸你 對呀 所以我隔壁那群 許廷坑的粉絲 一唱完 就全部散水走了 不是去廁所嗎 每個人都去廁所 我以為是去廁所 對呀 因為我去廁所的時候 剛剛許廷坑的唱完 我去廁所很急 哇 整個群都出來 哇 這麼多人趕著去廁所 就逼飽了 不過我跟著 及後回到來 唱了什麼 記得第一次 《來自星星的愛情》 《我是誰的女朋友》 那 有些泡子飛出來 另外連思亞再唱三首歌 唱完收首歌之後 小弟也要去廁所 我發現之後 連思亞受傷 大家都知道傷了腳 拍馬拉松好像 跟著 然後 又一群 不見了 又去廁所 這麼密 但這兩群 我去了廁所很久 直到散場無法 對呀 去廁都很厲害 哈哈 這個拆廁 塞了 就去廁所 又沒什麼人 可能女粉絲多 男粉絲 或者去了德福的廁所 排長龍 當然 及後 我也知道 回來 那兩個粉絲 真的非常狂熱 我坐在那邊 結果小弟也被他打中了頭 給了一支 營光棒 因為他拿了幾支營光棒 他不斷狂跳 結果他都叫聲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打中了頭 這樣就是什麼 那麼 其實雖然相對搞笑 說真的 拼了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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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散場了散場 不用Encore 看到有人在後面打call的時候 就說 叫Encore Encore完全人都沒有 我們叫 我看你們叫 所以叫Encore 原來 原來 其實Encore之前 兩首歌 就連時光的鐵王 又很啪啪啪 還沒唱 已經有一堆家庭 是在走著 很明顯在走著 我們都看 一完 連斯亞馬上就馬上走 不是 在連斯亞之前 已經有一堆人已經在走著 因為我在後面 去完廁所回來 連斯亞馬上唱到尾 那一句 其實在後面 中間那一腳 已經沒有一堆人 如果我看了 其實你在那裡 還要坐著 坐著 其實在後面看 就難看一些 我覺得看得不清楚 看字眼 反過來前面 真的可以看清楚一點 我中間那邊 其實就是 那些Family客 我看回 其實我感覺上 就像 跟著許廷亨走那段時間 其實就開始夜 差不多九十點 我會看 他們像是 飯後節目 看得差不多 小孩子要睡覺 所以就這樣 對 其實如果過了連斯亞 十點半 十點九的時段 其實那些小朋友 都會回家 因為你也要預算 交通時間 所以其實可能 大家都覺得 看完連斯亞 是小孩子要散水 然後就加大小 扶老攜友 一起散水 這班人 不是正常 我們平時 看開call 看開演唱會的那班人 他們的習慣 他們的思維 想法 我們平時不懂 可能最後結尾 可能初音演唱會 都知道 可能準備一個結尾片段 最後做一做 他們沒有這個意識 那做完便離開 或者我想走便離開 你不要用我們的思維 落實套 我覺得是 他們走得很正常 不要理他們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說 說到尾片段 散水了一大棚人 有幾首歌 是有舞蹈員 不少舞蹈員 你說舞蹈員 我覺得 有些舞蹈員 真的不是跳得很齊 尤其是有些 Corsair 上去跳的 有幾首歌 其實就不是很齊 但是 舞台燈光 和煙霧效果 是不差的 講這件事 Bang都很好 Bang都很好 其實如果 不想像這些 觀眾的因素 其實表演是好看的 因為以燈光效果 以BangSoul 以播唱那些 其實算是高質素演唱會 現在你那三個元素裡面 好像沒有原唱這個元素 我想問 哪有原唱呢 其實我都經常說 是不是播帶的 其實真的 初音是 用電子聲音出來 但自然是唱的 人唱 人唱出來 那究竟是 真是有個人在後面 即場唱 還是其實都是按鍵 播帶 這個就是一個謎 但我記得大陸不是按了 我不給咪咪 這樣也沒有人 那咪咪咪咪咪咪咪 那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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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真粉 真是你低不上的 例如他唱一首之後 就常常問 唱完首出發之後 噴完咪就說 我呢 那些歌是不是全世界最好聽啊 然後呢 就自己賺自己KaWaii 你有看過 這一個童話故事的白雪公主 就那個魔後也會問 那魔劑 我不是全世界最KaWaii的呢 其實阿賀或者你前排可以剝掉你的手 我想問一個問題 他用普通話講到廣東話講 廣東話 廣東話 給他好一點 所以入鄉隨俗的 其實他一直觀望都是說他懂廣東話和國語的 而我覺得最可怕的就是台下是有反應的 有有有有 我的家庭客真的會回答他 是很可愛 真的會回應他 給他一些正面的回應 所以這一點我真的覺得 我很無管道 所以香港人與人為善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友善的 其實擺明的家庭客是 我覺得是第一次聽自然的 但他會很善意地 當你問一些有趣的問題 他會善意地回應你 正所謂好客人知道怎麼少得你 你不能少他 真的是混蛋 唱完紫色幻想之後就問 今晚自然漂亮不漂亮 漂亮 那下面真的有人喊漂亮 那你給他 那你 然後唱完什麼 我才說的女朋友 不知道之前還是之後 不知道自己面得紅色還是怎樣 我忘記了 這個說話是廢不轉的 他就軟了 紅到面 又跟回這個心花坊 陳豪 是不是陳豪 是否陳豪紅到面 總之是港式爛劇 另外最後 多謝公司 這些已經是很老 很舊款 他沒有多謝國家多謝黨 就是這樣 多謝華夏 你知道他叫嘉賓嗎 很少你聽見一些 例如這樣的 嘉賓叫哥哥姐姐 許廷亨哥哥 蓮斯亞姐姐 很感動 看完之後 我也有些 多謝公司 也不要緊 其實有點像什麼 90 80 年代 90 年代 電台廣告 好像那些 中間在電台廣告 售賣的 米酒 賣的廣告 那類的東西 其實是搬了那套 或者現在 其實有時 內地的廣告 有時都會用這種 傳說話 但不是香港 你下來香港演唱會 如果你想說廣東話 不是用廣東話 就像香港的套路 始終他背後那些人 都是大陸人 這件事你走不掉 對 很奇怪 那一刻感覺上 我覺得不像 是吸引香港的動畫迷 演唱會 我覺得 演唱會看下去 其實 用三個字 就可以形容它 維和感 充滿維和感 由頭到腳 都是各種各用 這叫港式風格 我要日文歌 要國語歌 要粵語歌 要粵語歌 要吸引一班舊的粵語名 吸引新的小同盟 吸引一班家庭 什麼都做成沙 告訴你 因為我想叫做四不像 還有我們打日式call 果然香港 打日式call 自己小弟在後面看 打日式call 之後 其實觀眾好像 不知道是什麼 不懂的 當時我看到一群粉絲 在後面 看到打call 他們覺得好處 很驚奇 他們只會舉一塊棒 例如 尼斯瓦 許廷亨有些登板 他們現在只懂得做這個 他們打call 是完全不明白的 不懂的 因為你見到他們打五六五號的時候 我們會跳 他們會金癢 是因為他們會很驚奇 看到他們有人會講 我這邊只有我和我的朋友一起跳 人孤力弱 我的家庭客 反過來看一看我 好像是很驚慌的眼神 看著我正在在做PPA 不知道 始終在香港也不太廣泛 當天 有個紙袋送 裡面有個長巷,有個螢光棒,那個螢光棒就不要說了 唉,真是算了 那個長巷其實我覺得寫上來都是差那麼滿美客的通 那本長巷,首先呢,明顯是用一個簡體字轉繁體字 所以有些字就變成簡體那些,我不說 分明是用標階看落,不是用微軟即刻看落的,我不說 即是大陸字,那些圖就不夠高清,所以有些圖就起了一格 我勉強都不說了 五目啊! 那些五目的身份就發覺,為什麼是蒙的一張圖 給小鹿和陳小歪是蒙的 那些格式的東西呢 阿大姐最蒙的,陰哥 那些介紹的格式呢,有些用全形,有些用半形那些 我勉強都不說了,好了 而之後呢,Key Art和字形的顏色,狀色,我最後都不說了 但有一點我真的要說的 例如他那些文案那些字,我真的不會再,很難在香港再見到 例如他說這個,此間將他跨越時間和地位的家庫 要你相約在東方之珠,破折號香港 東方之珠,哇,我真的十年沒聽過這個譯用 然後他還要有那些,一句諜字句 尋找那份青春無闊的成長記憶 尋找那份相約相知的朦朧修劫 以及尋找那份永不退適的青春與夢想與追求 嘩,這些這麼有心動的演唱會,我發覺小弟真的不懂得欣賞 去錯地方 而且我也明白為何這個中國的宣傳文案 剛才說的那些哥哥姐姐,我琴Kawaii 香港人也頂不順 因為他的確,他每次有一個文案 令我覺得我都明白他是中國式的宣傳 即是他形容,即是他給了一些背景 即是子儀是一個什麼角色 他就說,是這個時至於召開一個演唱會 是子儀會繼續展開一個記憶寫片的重在之旅 一方面都是為地球人,找回封傳葉的純粹法樂 另一方面都是找自己,找回一個雕塞的回憶 後面還有一堆東西,我已經不想說了 做到天花龍火 是的,我那時候在想著,這些地球和宇宙的東西 我沒有想起一個廣告,就是一個五涼翼的廣告 哈哈哈哈 這是一個中國的五涼翼 世界的五涼翼 冷太冷了 是的,在一些地球圈的廣泛世界觀的東西 作為一個本土的港產,真的很難接觸 去錯地方 是的,實在是 我們要有大礙 那這個袋呢,撇除那個 硬貼所有的贊助,關聯公司的東西 撇除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袋的圖 我覺得是畫得挺漂亮的 就是它是找畫師畫的 雖然我認不出那個畫風是哪個畫風 但是它畫得挺漂亮的 至少不是很漂亮的 看上去 你都會看得出那個風格是中國畫風 但是是漂亮的中國畫風 是的,那個袋是不錯的 但是那支棺棒呢 我真的想說 我第一首打五目阿Keyla 第一首歌它就已經爆炸了 不是真的爆炸,它就斷開了 但是因為它掃膠整 斷開就即是爆裂了 即是爆開了 這個主演唱會是記憶碎片 即是你製造了碎片 當然啦,主演演唱會完結之後 都不能不講這個話題 很多人都說不應該講這個話題 很多時候大家都知道初音是先行先的 它是先行後的 很多人都說 你經常都說拿紫煙和初音比 其實我覺得是不類似的 因為初音很多時候是找一些 愛初音的作家也好 作曲家也好去作曲 紫煙就不是 紫煙真的行精英化 它自己也有些報道說它是精英化 其實兩者就有很大的分別 但是總是有一些媒體也好 包括內地媒體也好 都經常用這兩者來比較 尤其是以一個動漫戰爭的感覺來比較抗戰 即是有時候就不是我想將這個 初音和紫煙去比 因為我覺得這樣紫煙太可憐了 初音就更加可憐了 我只要是為了初音的感受去做 真本來的 但是很不幸利 在網上見到一篇 今年的2月24日報道 它寫著來源是新華網 新華網是什麼 我想我不需要解釋 它說這是紫煙VS初音 國萬崛起抗日的持久戰 2月4日好像2月4日 對 2月4日 但是它說自從中國的喜羊羊和光頭強 光頭強我真的不懂 這些同漫卡通就是一個動漫抗日 這個字不是我說的 是他們自己寫的 是動漫抗日的盧溝橋 今次在深圳展開的幾個碎片場會展開的 就是這個動漫界抗日戰爭裡的三一百會戰 這就是他所說的 他去到保家衛國的情況 你明白這件事有多令人震驚 不行 不聽中央指示 現在中央指示 中央指示中日永久友好 怎麼會搞抗日呢 還在這 重點是 我相比中日永久友好 抗日的問題 我覺得紫煙很慘 剛剛聽到 你記不記得 有人在前面說 那個五幕是否Cosplay紫煙 紫煙是否唱日文歌 這句話被中央政府聽到 你不是糟糕 我一叫你抗日 你真是投日 你的派國賊 紫煙是會被人 有很多方法去處置 我是替他未來的擔心 沒事的 反而大家怎麼看呢 始終 我知道那天兩者是很明顯很分別的 其實根本就沒有需要用這樣的詞語 或者這樣的形容詞去理 但是坦白說 有些人說紫煙的風頭 可能將來會拍得住初音 其實我覺得初音現在是世界性 兩位 你怎麼聽 初音是世界性 但不是中國落地得那麼厲害 如果要我從他策劃的方向去想 我覺得其實是 紫煙 我會假設他是 真的在參考初音的方法 但是我很老實 我會用東斯效頻來形容他的實際上的做法 因為他知道他是做不到的 初音的成功是建基於同人的創作 大家一起去製作他的音樂 他知道他是沒有辦法動員他自己內地的人 去幫他做這種 沒有辦法 他就找尾文 找專業專業的主打音樂路線去做 他知道自己技術不過關 那就人聲槍 他知道自己是不會可以吸引到 一第一下 不會吸引到一些人去幫他去同人創作 再去幫他異創 變相幫他做宣傳 他知道他做不到的 那就直接磅水 直接佈個場 然後直接找他覺得是主流的Youtuber 他覺得是主流的方法 簡單的方法 用錢解決到的 下廣告 下報紙頭條 下J2廣告 這樣強行去push這件事出去 他就是想透過這個方法去接近初音的境界 但是很傳統 因為他知道他做不到初音的方案 他知道他不會成功 事實上也不會 他做不到初音的方法 特朗普本身是一個軟件 最基本來說是一個軟件 你一定要靠有人去幫他作曲 但現在不是 你只不過是一個角色 是一個虛擬的3D投射的角色 他所有事都是來自他 他把錢放出來去做 他把自己的名氣 其實好像是把錢放出來 把錢放出來 然後令自己名氣很厲害 用錢去賣 知名度也好 令到多的人認識到 就是廣告費 按一百二百萬出來 在香港賣廣告 那你起碼的問題就是 我起碼都知道有這個完全存在 我連報有得寫 另一樣 我小朋友都來過的時候 起碼都知道有這個存在 當他第一次做好了 雖然我不要管 有多少是珍販 有多少藝粉也好 有多少地鐵票也好 但當你搞第二次的時候 你已經有上一次的名氣 叫做過 第二次來搞的時候 起碼都有機會 有機會 可能你上次那班地鐵票 會變成真的賣票 那關鍵是在於 初音是一個開源的 一個概念性的東西 就是open source 大家都可以利用初音去做自己的創作 大家其實是會直接去做到自己想做的東西 透過初音這套元件去做到 但是子彥就真的很傳統 他是自己 license 的東西 就是一個 suggestion 除非你說子彥 你可以動漫畫下 你可以公開放這個版權出來 給別人去做其他創作 因為我不管你 總之你自己找自己的方法 他可以吸引到其他人 有動力去做異創 那我覺得這件事就會叫做有些希望 如果不是他丟多多錢 至少在香港這個local市場 我真是懂得鐵 但是有難度 因為第一件事的問題 本身它不是一個有軟件去發音的工具 有p幫你去作曲 那誰唱啊 你自己唱而已 那不會是子彥幫你唱的 那把聲音已經不同了 所以其實這件事已經有難度 除非你說好像有投案方案 被人投過去作曲 然後子彥就選擇 你選擇的首歌好聽 就唱給他 唱出來 這樣就可以說 那你這樣說也不行 你明白初日是怎樣 在一個相向互動 台上唱完首歌 我回家作首歌 就簽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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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又唱這首歌 是互動性格 即是台下互動的 但跟你剛才講 做完首歌求別人 別人假如我才唱的話 已經沒有一個活動性了 我想我自己看一個網友的很精簡的說法 簡單來說,初音就是一個新時代的bottom up式 就是一個集體創作,每一個人有他的fans 令到他更加多的資源的歌曲 也更加多的作畫,更加多的宣傳 這些是一個大家集體創作的東西 紫妍就很簡單,是一個top-down的虛擬偶像 他用回的其實就是現在的10年代也好 他賠償偶像的方法,大派的作作人,大派的歌曲賣廣告 傳媒公司唱電台,唱電視台,報紙、寫線稿 他全部用回這些狗思維去做 其實top-down這件事不是一個問題 一個虛擬偶像用top-down的方法去賣,成功是有例子 Love Live就是真的 Sunrise也是幫他做動畫,也是幫他賣唱片 也是幫他出漫畫,出小說,出什麼都好 其實都是用回這些方法 他方向不同,一個是向公眾,一個是向動漫迷 最大的問題就是top-down這件事不是錯 但是紫妍那個方向就錯得很厲害 你想打家庭市場,直接去打家庭市場 用舊的方法就好 你不要去找那些奇怪的伍木 以家庭市場來說,不是很奇怪嗎? 奇怪的 有一個Cosplayer出來,日文歌穿Love Live,他認識鐵 那不是有許廷亨 所以他找許廷亨,找年思夏號OK 不應該找伍木 也不應該找大J,我記得大J就很辛苦 他在Youtube片上,唯一在開貨車的simulator 突然說幾句,聽說近來有個虛擬偶像 又叫紫煙 不是那些山寨初音 要裝得好像很沒事 但他很hard sell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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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紫煙 那個 其實 新媒體不是這樣用 我知道人家說 要不就open mind 去打 如果你不懂,就真的不要這樣 那你現在就變成麻糬集合體了 所以這個演唱會 這個才是聚賽的地方 還有補充一句 有一個講到 初音不要落地 這個都是官媒的講法 官媒的講法就是 初音從來都不在中國開過演唱會 大家突然醒來一件事 原來上海、香港、台灣的確不是中國一部份 不是 是,突破了萬腸 絕對不是 其實初音在開完軟件之下 例如有動漫迷 為何會這麼受歡迎 動漫迷可以用他的軟件來做 當然有些奇怪一點 有些可能未必 我見過一個網友 拿阿姐那首 《萬歲千山總似乘伯》 叫初音唱的 唱完之後有些人會播上來 這些當然嚇到心裡都來得來 很多廣東歌都曾經被初音唱過 但是如果以紫妍為例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可能 所以我參與度的問題 我也同意 其實你頭上來說 你頭上的方向是要正確的 你的方向 你又不像在動漫迷 你去家庭客又不可以 你現在是有些分散投資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動漫這件事 說真的 一百套 就牽不到兩三套 你九十幾套 都可能會被炮灰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你其實拿一個角色 你不可以 你可能 譬如紫妍已經隔了兩年 萬一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有紫妍不可以 那類嗎 是不是這樣 或者 我不知道你會否 有時候 阿倉基會否整個四人組合 出來 好像Muggerlo 出來唱呢 反而 反而 我覺得這樣 有點不太混亂 而且 至於說 真的不是一個 在香港銷售的 Manner 你在內地銷售 我不知道你是怎樣 還是香港銷售的 Manner 和普通人都覺得 真的不可以 我覺得這件事 在大陸銷售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因為大陸的市場 和大陸的人 接觸到 那些人 或者接觸到那些資訊 其實是很有限 他在有限的資訊之下 接觸到這些 其實他 你當成像北韓洗腦 那種概念 但是 真的會有效的 但當他這件事 落到香港之後 就真的不有效 因為香港有一個 很大的層面的人 即是動漫迷 是日 蟲日 蟲日 那你突然有件 國產的東西落到 其實真的 變了排擠 排擠了 如果你說要在香港 推銷 其實都不是沒有辦法 有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 你回到日本 浸泡日本那一陣 水 再回來 可能會脫掉 大陸那一陣 垂 會不會那麼重 會比較容易 他明白的 你都明白 你都明白 出了一些東西 連電影在日本的電影 日本播放後 回來香港播放 日本播放過 日本人看過 我馬上丟爆我電視 很簡單 你在日本上 你在香港上 你上回日版的 日語配音版 你又找一些 真的簡單到震 你找一些聲優 你找一些大牌的聲優出來 幫他配音 搞定 但是如果他現在 子彥也有自己的配音 那我不知道 要不要找一些監製 可能這件事 如果你說要中日 都要sell 我想他要定位 真的很日本 要不然你說 一中一日 混合一堆東西 你一天就叫子彥說日文 如果不是子彥也 又說要配上日文 用來配上去 其實我始終都是 我覺得 遺和感是很大 他始終不是很 你說他很時空 又不是 你說他很內地 感覺 我又不覺得 總之好像有些 不是很龜島邊 還是沒有洋汁 那種感覺 還亂 搞定 我比我 真的不會這樣做 整件事都錯了 如果你再把他配上日文 然後拿去日本播放的時候 然後搞到一些事情 究竟他是一個中國的過機 還是一個日本的過機 還是他想怎樣 倒過來說 你從初音 去外國 他都是唱日文歌的 賣廣告 他說賣車 那時候不是賣車廣告 其實他都沒有什麼 說撇除錯 之前在日本那種character的感覺 你過Google Chrome 那些給世界各地看的廣告 都是說日文的 最重要的是 我想這些人是日本的 已經太過遙遠了 我想他作為一個 搞一個香港的演唱會 不如先做一件事 就是不如將你的演唱會的文案 交給一個香港的人去寫 一個香港的PR去寫 會不會好些 其實我想說 香港有很多人才 專門搞一些動漫的演唱會 總是有些人會做這些事 我想稍微相比之下 已經接地氣很多 我想最好做這件事 但文案都是入到那一刻才收到 但之前你都要有人願意 先去買一張票 但在於我作為一個沒有看這個演唱會的人 我之前在晚節看到文案已經嚇了一跳 真的得蠻少了 我看到那些永不退色的青春記憶 那個退色的退字打錯了 是錯別字 我就已經覺得 你們在做什麼 最後一句 我想問大家 預期他的發展會到哪裡 回大陸就有努力交 不要來香港 回內地會不會真的 因為之前已經試過有一個東方 有幾個類似的角色 東方 不是東方那個 另外一個 我忘記東方 我忘記了 其實好像立後都沒有再發展 錢問題 我覺得 其實都是消錢的 其實都是消錢的 對於老闆來說 我不知道大陸場最終 他的真品和藝品有多少 但看片都叫做錯誤人 那你就當免費給錢 讓那些人先認識到這個圖片 我覺得 我用一個簡單的概念來講 就是 有一陣子日本的藝人來香港開演唱會 那些票都賣得不好 但是 雖然說 其實那些有時候 有些人是免費派票出來的 但當 給那些真的免費派票進去的人 認識到這個歌手之後 他真的回去 他可能立即當日 會去買回去 或者之後他買回CD 讓他認識到這個藝人 然後慢慢進入坑 所以其實來講 你不是當 好像這樣 免費去宣傳 去推廣這個creditor 然後來到之後 他再搞的時候 可能你當有一百個人 裡面 有十五個百分之二十個百分之二 願意給錢買票 其實你都已經成功第一步 其實我覺得 始終在內地搞紅了再一段 你說下來香港再搞 是不是這樣做呢 我很大疑問 因為真的很大疑問 我覺得他最重要 是先搞清楚自己想怎樣 當然他公司肯定 他有他自己的目的 到底這個東西 我們猜不透 到底他是想賺錢 他想要年輕一代的影響力 這兩樣東西 是不同的概念 我覺得 到底他想要做些什麼 適合那個路向 不像現在的違和感 充滿著矛盾 那你搞清楚 你是要 你是要影響力 青年影響力 那你就做好這方面的文宣 做好這方面的策略 你才會做得到 而不是現在這樣 本天調 兩邊不討好 這次看了紫煙演唱會 我們回顧了 其實也做了一個多小時的節目 大家都對大家當日的演唱會感受也好 紫煙也好 紫煙也好 紫煙和初音是不是真的要比較也好 大家都很大疑問 說真的 大家可能有個知智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有馬 說多一點 香港的演唱會 香港的演唱會 官方就會有影片出來 沒有去過的真粉 藝粉 都可以到時回到微博 到時應該有連結 可以看多一個演唱會 精彩的情況 我想說一句 我作為一個想去做真粉 我是一個紫煙的養望者 我也想去做真粉 但每次進華夏動漫的網 我看到招股書和公司上市訊息 他叫我炒股票 就不叫我去做看紫煙 你有沒有去過那些夜店 你之前女兒就要買一些東西 現在她是買贖罪券 周邊 去微博 去微博 去Google打 已經微博 沒有被人博到的 沒錯 所以我之後才會有人解釋路 給我看 去打官網再進去看 中國的內容訊息 大家就自己參透一下 好 今晚的消息就差不多了 歡迎大家收聽 希望中國動畫精精 日常 各位 拜拜